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猎人不同 我们的兴趣不在于猎杀 与获取战利品 而在于镜头背后的刺激与挑战 但正如那个时代的猎人一样 我们也需要当地向导的帮助 他们能洞察一切蛛丝马迹 带我们一同探寻南美五毛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猫科动物曾被尊为神兽 据说它守护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也就是冥界的守护者 在南美很多文化中 它是备守敬畏的角色 南美文化中的通神者萨满 通常化身为它 以通达另外一个世界 衣瓜苏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 被当地人称为魔鬼的咽喉 两亿年前 这里应该发生过一场大地震 最终导致非洲和南美大陆的飘移 沸腾的岩浆形成了巨大的玄武岩块 衣瓜苏大瀑布从线条锋利的崖壁上奔腾而下 长鼻浣熊是游客最常见的动物之一 它可算是这里的原住民了 如果游客被搜刮一空 这些天生的攀爬高手便会退回到宿舍去 长鼻浣熊体型较小 和它的那些大鴿子亲戚一样 都属于杂食型动物 长满青苔的树皮下面 生活着蠕虫 蜗牛和甲虫 长鼻浣熊出生后不久 便开始跟妈妈学习觅食 但这次妈妈要给它们 传授一项特殊的本领 那就是如何向人类索要食物 聪明的浣熊妈妈很清楚 这样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但游客并不知道 自己的身边还有一些 不那么友善的动物出没 也许它们正是冲着这些浣熊而来的 伊瓜苏国家公园的研究人员 把营地安榨在距离瀑布不远的地方 这一天它们迎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此后这两只年轻的雄性伪洲豹 便经常在旅游区附近出没 他们似乎并不怕人 研究人员打算借助一个陷阱 对它研究一番 诱饵是一只鸡 但想要诱补一只美洲豹 并非易事 我们随着研究项目组上路 生物学家打算在附近安装 自动拍照设备 两只年轻的美洲豹 对研究者们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两年来为了研究 伊瓜苏国家公园里 美洲豹的数量和活动范围 项目组一直依靠自动拍照设备 获取想要的信息 但现在他们的任务是 利用这套设备 找到在旅游区附近 出没的美洲豹兄弟 并且把他们从这一区域引开 一般来说 美洲豹会避免与人接近 但这两兄弟和人类的相遇 注定不可避免 燕迪安原住民被伊瓜苏大瀑布的魅力 所吸引 刮拉尼人对巨大瀑布产生的原因 有着自己的解释 相传伟大的蛇神 在暴怒之下击碎岩石 引发地震 最终形成了伊瓜苏大瀑布 在当地园中 以为大水 当地人对美洲豹有着一不寻常的敬畏 将其是为丛林中邪恶的象征 刮拉尼人从不敢捕猎梅洲豹 他们害怕自己会被魔鬼附体 研究人员却要尝试捕捉美洲豹 不过是用镜头来捕捉他们 我们根据刮拉尼的神秘传说 找到了发现这一神秘猫科动物的方法 目标区域需乘坐飞机才能抵达 它位于世界最大的湿地 潘塔纳尔湿地的中心 虽然旱季早该来临 但这里的天空 依然被厚厚的云层覆盖 水深远远超过旱季应有的样子 天气越来越坏 我们很快看到洪水和坏天气 带来的后果 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 飞机如何着陆 雨下得很大 能见度极差 这对飞行员来说是不小的考验 但是我们成功了 卢卡斯帮助我们卸下设备 这个瑞士人在此经营农场多年 在接下来的几周 我们将以这里为中心 展开研究工作 在美洲报出没地区度过的第一晚 让我们感觉犹如身在孤岛 卢卡斯和他的家人 曾连续十天与外界隔绝 他是一名生物学家 为了让野生动物有栖身之地 他一万一千公顷的农场中 有一半的面积保持了未开垢状态 由于这里物种的多样性 农场的部分区域被巴西政府认定为 自然保护区 大约四十种哺乳动物 和十多种爬行动物 共享这里的生存空间 这里的鸟类种类之多 也令人惊叹 水豚是最大的镊齿类动物 它们幼崽面临的最大敌人 是鳄鱼 由于在市场上卖价昂贵 紫兰 金刚 鹦鹉等许多种类 已经面临灭绝的威胁 大约在十年前 巴西政府开始承认 此类私人保护区 时间证明 私人领地能有效保护 日益减少的物种 不受盗猎者和走私者的侵扰 乘坐飞机时要特别注意躲避 身材硕大的罗景观 卢卡斯的农场 在潘塔纳尔湿地的中心地带 我们打算从空中 俯瞰这里绝美的景色 为了从不同角度 呈现这里的美景 我们在卢卡斯飞机的底部 安装了小型摄像机 主摄像机用特殊的 稳定系统固定 以减轻惯性作用产生的顿挫 乘客越少飞行越平稳 所以机上只有飞行员 和摄影师两个人 潘塔纳尔湿地的面积 超过二十万平方公里 犹如一幅丛林与水塘交错的巨大拼图 在雨季末期 飞机和船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 但今年卢卡斯几乎有两周的时间 无法驾驶飞机 这里的水位实在太高了 几乎没有地方供飞机降落 当地独具特色的环形盐湖 如今也泛滥成灾 盐湖只出现在潘塔纳尔的 这一地区 它的具体成因 至今无人能说清楚 卢卡斯还利用飞机看管牛群 在洪水季节 牛群会被赶到远处地势较高的地方 现在它们该回家了 这些内罗尔牛属于原产于印度的牛牛 它们体格健壮 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专人看管 但牛仔时不时需要将它们赶到 不同的牧场区 安德森 我们今天要把牛群从四号地和那块荒地上 带回到三号地 你先把它们领到二号地 然后通过拱门 最后一段路你要带着牛群过河 怎么样 能做到吗 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只是那头保罗是只汗鸭子 卢卡斯经常上路寻找被撕碎的动物尸体 空中的突旧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它们盘旋的地方一定有收获 这只水屯的残骸已经所剩无几 这要归功于头顶翱翔的卫生监督员 弱肉强食是自然的循环 但卢卡斯希望知道更多 他很快找到了线索 找痕显示是一只成年美洲豹捕猎了这只水屯 美洲豹和美洲狮经常从他的农场穿过寻找猎物 这些痕迹有可能是一只带着幼崽的美洲狮留下的 别的农场主首先会担心自己牲畜的安全 但卢卡斯最关心的却是这些大型猫科动物 它的农场饲养了大量牲畜 美洲狮和美洲豹可以毫不费力地捕获它们 长鼻浣熊和它们的幼崽 尤其容易暴露在危险之下 长鼻浣熊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地面上 只有在睡觉 交配或者铲仔的时候 它们才会爬上树枝 大约在四个月大的时候 小长鼻浣熊就会跟着妈妈外出觅食 一个种群里的雌性长鼻浣熊 此时会聚到一起 在这片沼泽地上搜寻食物 一个种群约有二十五个成员 它们的食物构成虽然很杂 但却被归为掠食性动物 它们的嗅觉敏锐 只有突旧的嗅觉能够和它们一较高下 这只小猪无法在丛林中生存 现在它成了食服动物的美味 尽管是突旧最先确定了死猪的位置 但一只经验丰富的浣熊 很清楚如何从同类 或者长着羽毛的竞争者口中 夺取自己的份额 雌性长鼻浣熊会一直待在种群里 而雄性幼崽在两岁性成熟之后 会选择离开 它们有时会加入其他动物群体 例如草原鹿群 因为潘塔纳尔是地危机四伏 每周报 没能逃过母鹿警惕的目光 毒行的长鼻浣熊 我们马上知道应该作何反应 不仅丛林里有危险 水塘边也是不能钓以清新的地方 这里潜伏着数百只饥饿的鳄鱼 所以是可能猛扑过来 尽管群居的长鼻浣熊 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但来自鳄鱼和美洲豹的攻击 通常无法抵挡 从伤疤来看 这只长鼻浣熊 可能刚刚躲过一场劫难 几年前 鲁卡斯和一只美洲豹 发展出一段特殊的关系 当时他和动物专家 捕获了一只雌性美洲豹 并给他安装了无线电装置 此后的几个星期 他时常通过天线 定位那只叫做巴比的美洲豹 捕获巴比的时候 他怀有身孕 如今 他的幼崽已经一岁多了 巴比和他的女儿巴比娜 经常躺在一个几乎干涸的水泊边 鲁卡斯那时还不知道 他后来再也没能见到巴比 那是2010年初 巴比发出的无线电信号 一直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大家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巴比死了 巴比的死音不明 秃鹿和其他猛禽 已经把他的尸体 灼成了一副骨架 除此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但巴比的女儿呢 她是否幸存了下来 如今又躲在哪里了呢 夜晚 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 闪烁的光点 暴露了灌木丛中动物的行踪 连续几周 鲁卡斯几乎每晚都在寻找 巴比女儿的行踪 这里可能真的有一只小美洲豹 一旦被大灯照射到 动物就很难逃出人们的视线 这是一头年轻的美洲豹 强光让它很紧张 它谨慎地放慢了脚步 卢卡斯还需要等待时机 只有当他把头侧过来 卢卡斯才能看见 巴比娜的面部特征 果然是它 巴比娜与卢卡斯对视着 为了追踪巴比娜我们飞抵此地 但持续的洪水和糟糕的天气 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卢卡斯农场的动物丰富而迷人 我们不禁时常驻足欣赏 尽管狐狸被吓了一跳 但它很快察觉到我们并无恶意 棕榈果是紫兰金刚鹦鹉的最爱 打开坚硬的果壳绝对是门技术 狐狸似乎已经适应了我们的存在 鹿也不过用好奇的目光 瞟了我们一眼 因为它们没有被狩猎者围捕的经历 所以对人类不太戒备 美洲狮 在潘塔纳尔湿地出现的频率 远高于美洲豹 但拍摄两者的困难程度一样大 对陌生人类的恐惧和追赶猎物的欲望 让美洲狮内心充满了挣扎 最后它决定还是回到丛林的保护中 蜘蛛肚皮巢上悬化在自己织成的艺术品上 它在静候突然造访的昆虫被猪王捕获 这个季节它们的网随处可见 石蚁兽是游泳好手 但在这里游泳是个危险的游戏 因为看护幼崽的鳄鱼妈妈 会变得极具攻击性 小鳄鱼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苍鹿 鹤或者自己的同类 都可能一口吞掉它们 马仍然是潘塔纳尔市地 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每家每户都会养马 巴拉克是卢卡斯农场中的 一匹公马 马群中的母马对巴拉克十分信任 甚至愿意跟随它穿越 有毒蛇出没的区域 如果是同类 巴拉克早就会变得富有攻击性 而面对我们 它表现出明显的好感 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我们计划拜访两个农庄 和一位潘塔纳尔老人 潘塔纳尔人就像我们的向导 费尔南多那样 都是二百年前葡萄牙人 或西班牙人 与当地印第安人通关的后代 在猎杀美洲豹和美洲狮 尚未被禁止之前 几乎每个农庄都会雇佣潘塔纳尔人 猎杀这些劣势性大猫 但上世纪一位著名的美洲狮猎手 恰恰不是潘塔纳尔人 而是来自立陶宝 萨莎·西莫尔甚至将此拍成了电影 起初猎人们需借助猎狗搜寻猛兽的踪迹 一个当地人教会萨莎·西莫尔 使用一种名叫扎哥亚的毛 1925年 西莫尔杀死了第一只美洲宝 在使用扎哥亚之前 美洲豹已经受了剑伤 猎手故意激怒它 使它暴躁 精疲力竭又被猎狗围困的美洲豹 几乎没有挣脱的机会 据说萨莎·西莫尔 用它的扎哥亚杀死了一百多只美洲豹 但大多数潘塔纳尔人 还是使用猎枪对付美洲豹 凯文卡尔·卡尔维斯比卡还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时代 是的 我见过很多美洲豹 如果美洲豹吃了一头奶牛 公牛 公牛或者其他牲畜 我们的牛仔就会立即带着猎狗前去捕猎美洲豹 如果牛仔捕猎成功 它就能用豹皮再换回一匹马或者一头奶牛 人们会烹饭 烹饪美洲豹师的里脊肉 犒劳牛仔 美洲豹也可以吃吗 当然 炒过之后味道跟朱里脊差不多 味道很棒 当时没人觉得杀死美洲豹有什么不妥 美洲豹多得是 而且皮毛还挺值钱 直到1976年猎杀美洲豹才以法力的形式被禁止 对卢卡斯来说 保护美洲豹的工作十分惊险 好 保护美洲豹 费尔南多能听到吗 收到 卢卡斯 告诉我你的位置 我们在去往卡兰达伊的路上 就是有鳄鱼出没的那片区域 你看到什么踪迹了吗 你是说美洲豹 是的 没有 我什么都没看到 保罗昨天在塔培拉好像发现了什么 黑夜降临之前 我们在一只长笔浣熊的注视下 完成了夜视摄像机的安装 因为卢卡斯在这附近发现了美洲豹的踪迹 夜晚穿越丛林是一种十分特别的体验 仿佛每个角落都有眼睛注视着我们 在远光灯的照射下 潜伏在水中的鳄鱼眼中 反射出星星点点的亮光 狐狸也在此刻外出觅食 农舍附近生活着水豹一家 我们在围栏旁碰到它们并非巧合 因为旁边就是农场的蔬菜园 鲜嫩的蔬果是水豹一家的最爱 在我们准备装备的时候 夜视摄像机也没闲着 也许我们的气味引发了美洲豹的好奇心 夜间的拍摄计划告一段落 第二天清晨 我们坐着狩猎前的准备 猎狗已经兴奋了起来 它们似乎知道今天的计划 日出之前 美洲豹的脚印已经被马群踏得无法辨认 我们需要寻觅新的足迹 我们寻着巴比娜的足迹追踪 如果找到它 就能给它安装无线电发射器 但它的足迹往往在水塘边消失 我们和菲尔南多在一个位置守候 希望猎人和猎狗能把美洲豹赶向我们这里 菲尔南多已经参与过多次类似的围捕行动 但只有在围捕巴比的那次取得了成功 最后一步是放出猎狗 如果这片丛林里藏有美洲豹 猎狗一定能找到它 猎狗显然没能找到美洲豹 倒是把丛林里的其他居民吓得够呛 比如这只墨 美洲豹是游泳健将 巴比娜也许早就从水路逃走了 我们不愿意就此放弃搜索 路上我们又碰到了难得一见的墨 这种动物与马和犀牛是近亲 一生中一半时间在水里度过 卢卡斯的马匹已经习惯了涉水行走 就算有鳄鱼出没 我们也不会轻易从马背上跌落 而水中的蛇才是最大的危险 有惊无险地抵达对岸后 我们都松了口气 一只罗锦罐在我们眼前捕到了一只拼死抵抗的猎物 我们开始以为是一条蛇 但其实那是条鰻鱼 它正在使出全身的力气垂死挣扎 但罗锦罐不会给它任何机会 罗锦罐是南美飞鸟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它的胃长达三十厘米 可以轻松吞下整条蛮鱼 船在利奥内阁罗河上继续行驶 岸边的沙洲上爬满了鳄鱼 鳄鱼是美洲豹的主食之一 它们聚集的地方也很有可能由美洲豹出没 河岸比较干燥的位置为美洲豹提供了潜伏的条件 卢卡斯打算做一个实验 卢卡斯要使用一个古老的猎豹计较 这位生物学家坐在船上制造一种声音 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危险 如果附近有美洲豹 它马上会对这种模拟入侵者的声音做出反应 目前这只鸵鸟还十分平静 它对自己的视力和反应速度充满了自信 但在最后一刻它逃走了 南美泽路是南美洲体型最大的路 与大多数潘塔纳尔湿地的动物一样 南美泽路早已适应了与水相伴的生活 它脚掌宽大 可以在沼泽地上轻松行进 如果想像猴猴那样不为洪水烦恼 那就必须专注于树梢上的生活 只有在干燥的丛林地面才有可能找到美洲豹的足迹 卢卡斯打算在这里安装自动拍摄设备 相机曾在这里拍到过巴比娜的身影 这个鬼魅的身影应该就是巴比娜了 她被围猎行动赶到此处 相机连续拍摄了数次 可见巴比娜当时步履匆匆 也许相机还能收集到新的信息 告诉我们巴比娜是否返回了原来的领地 卢卡斯对此充满信心 他不认为巴比娜 会把领地拱手让给另外一只雌性美洲豹 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 美洲豹时刻准备为领地而战 巴比娜的母亲很可能就死于一场激烈的领地之争 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下潘塔纳尔湿地南部璀璨的星空吧 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我们和其他美洲豹研究专家约好 在这片湿地的北端继续合作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在船上渡过 船将载我们到道格拉斯特伦特的研究基地去 道格拉斯认为美洲豹将会从南美大部分地区消失 只有潘塔纳尔湿地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这种船只经常被钓鱼爱好者租用 他们会连续几天在船上享受捕鱼的乐趣 船员包括一名厨师和一个机械师 我们没想到船上发动机的噪音如此之大 夜里完全无法入睡 旅行一时船长道格拉斯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以警示我们 船长道人 我们要纽约在船上 船长道旅行 以后的船长道 就是这样的船长道 可以了 明天我宣布 声音准备 您叫刘马 距离那个年轻人遇袭 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 当时他和他的父亲 以及几个渔民在丛林中过夜 但他在夜里离开帐篷时 遭到了两只美洲豹的袭击 被拖到了八十米外的丛林中 他的父亲束手无策 根本无法施救 美洲豹是独行侠 只有在发情期 雌性与雄性才会一起行动 发情期的美洲豹 常会变得富有攻击性 也许当时的情况 是一系列不幸的连锁反应 捕猎美洲豹早已被禁止 他们对人类 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警惕和恐惧 这个年轻渔夫的死 被人们看作是一次孤立的悲剧事件 整个晚上我们的船 都在向南航行 这里已经没有渔民了 为了挽救急剧减少的鱼类数量 整个地区都被宣布为禁渔区 到格拉斯的快艇继续前进 我们的目的地是泰阿曼保护区 只有用这种小小的快艇 才能够深入河流的细小分支 寻找美洲豹的踪迹 我们对即将抵达的目的地 充满了期待和兴奋 道格拉斯在泰阿曼保护区工作期间 曾找到39只美洲豹 尽管这里美洲豹的密度已经很高了 但我们清楚要想碰到它们绝非易事 泰阿曼是潘塔纳尔地区 与历史最悠久的自然保护区 这里的面积有44平方公里 是美洲豹的重要通道 因此这里的美洲豹数量众多 这里的洪水早已退去 最早出现的沙洲 已经被碱嘴鸥和燕鸥占据 它们几乎整天都在这里寻找食物 王莲有着水生植物中最大的叶片 直径最大可达三年 它的花要经过两夜才能完全盛开 白天的时候花瓣是闭合的 豹死 豹死 洗洗美洲豹 在摇晃的船上拍摄美洲豹 难度很大 我们发现了两只美洲豹 在泰阿曼 美洲豹经常从一个小岛游到另一个小岛 以寻找最佳的猎场 鳄鱼和水豹是美洲豹最主要的猎物 水豹必须十分小心 时刻留审周边的情况 潘塔纳尔的美洲豹体型很大 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150公斤 能轻而易举咬碎鹿的头骨 在这些大猫面前没有动物是安全的 如果美洲豹的动作不够快 猎物就会飞快逃走 它们的时机把握得很好 水豹善于潜水 能够游出很长一段距离 而在水下捕猎 并不是美洲豹的强项 美洲豹喜欢在河边晒日光浴 道格拉斯知道 他们最喜欢的空地在哪儿 没错 就在这里 稍后 道格拉斯会根据照片 辨认他的身份 目前来看 这是一支雌性美洲豹 每个晚上我们都会乘船去查看不同的区域 为了尽可能搜寻更大的区域 船长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道格拉斯在船上给我们看了几张照片 美洲豹额头的黑色斑点 是辨认他们的依据 下午看到的那支美洲豹 并没有在它的记录中出现过 这很可能是道格拉斯发现的 第40支美洲豹 我们一一对比美洲豹的额头 多年来 道格拉斯一直在收集整理 当地美洲豹的照片 这对太阳迈地区美洲豹的保护来说 意义重大 第二天清晨 我们继续搜寻 所以屯家族总会给人带来希望 他们在河边出现 意味着美洲豹也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支 我们很幸运 它没有注意到我们 道格拉斯认为 这支被记录过 我们决定继续跟踪这支美洲豹 但道格拉斯担心 如果美洲豹感觉到危险 可能会有过激反应 要知道美洲豹一口 就可以咬碎鹿的头骨 因此它建议大家不要分散 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与美洲豹抗衡 道格拉斯站在最前面 这支美洲豹已经发现了我们 却保持着惊人的冷静 它仔细观察我们 想知道我们的出现 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 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 这是一支带着两支幼崽的美洲豹 它还能对我们的存在忍耐多久 它最多只需要五秒钟 就能扑到我们身边 但有惊无险 能够如此近距离接触这支美丽的大猫 我们感到无比幸运 它的王者风都完全可以与狮子和猎豹相媲美 美洲豹是当之无愧的南美五大猛兽之一 威武而令人生畏 神秘又不可战胜 美洲豹的独特气质 让它一度成为南美洲的丛林之王 在许多燕迪安部落的传说中 美洲豹是神灵的化身 而如今 它却需要人类的庇护才能生存 尽管许多学者为此奔走呼嚎 但保护美洲豹的道路仍然漫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